來我們來看,其實事業我們要進入第三章 功與能,什麼是功與能? 功,我們英文叫做work OK 學服商可以了,我看到你的課本了 功,英文叫做work 就是 對,你做功多少?好 能是energy,這兩個其實是同一件事情 這兩個其實是同樣的東西 做工就是在消耗能量 OK 做工,你可以在有空白的地方寫 做工就是消耗能量 消耗能量,什麼意思? 消耗能量 什麼意思?來 做工,什麼意思叫做工就是消耗能量 就是你doing work,你就會怎麼樣? 你要use energy,你需要利用 這是什麼?使用energy來怎麼樣?來做工 doing work 什麼意思?比如說你今天你要怎麼樣 你要走路 走路就是一種做工 OK,比如說走路也好 或者是你要搬 搬 搬東西 OK,就是做工 消耗能量,你身體要使用一些 你身體要消耗一些能量才能做工 OK,所以 比如說你跑步也好 或者是走路 跑步 你只要動起來 或者是你在做一些事情也好 OK 那你就要消耗一些能量 所以做工可以想像 比如說走路 走路 舉個 走路 走路就是一種做工 就是做一個動作 好,你要消耗浪費你的能量 OK 那些這些能量怎麼來的? 比如說你吃東西 你吃東西就是怎樣 就是補充能量 OK 就是增加你的能量 那你才可以怎樣 你有吃東西 你才有力氣 才可以去走路 OK 消耗能量就是這件事情 好 所以我們來看 那 我們來看一下 做工 我們現在來看 關於做工這件事情 我們在科學上 我們會怎麼去講 比如說 我們先去到最簡單 做工的話 有分很多種 OK 比如說 做工 我在這邊再寫一下 做工我們有分很多種 比如說 人走路就是一種做工 人走路就是一種做工 你可以看到的很多事情 都跟做工有關了 OK 人走路就是一種做工 再來 人走路就是一種做工 好 你搬東西也是一種做工 搬物體 搬家或是搬 搬桌子 搬物體 搬東西 好 再來還有什麼 你打開電燈 電燈亮起來 電燈 發亮 發光 也是什麼 也是一種做工 所以 電燈 發光 發光也是一種做工 你打開電腦 你打開電腦 然後電腦量 電腦開始 開始 怎麼樣 開始 任何消耗能量的東西 任何會消耗電能 消耗能量的東西 都是一種做工 OK 打到電燈發光 打開電腦 然後電腦在運作 也是一種 OK 打開電腦 所以 反正會消耗能量的事情 都是在做工 OK 都是在做工 那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 冰箱 OK 好 冰箱 冰箱 OK 冰箱 打開冰箱 或者是打開冷氣機 然後他開始 這些都是在做工 只要他正常的運作 都是在做工 好 那你會發現 走路搬東西 跟用電燈 他們差別在哪裡 OK 上面的 上面的話 你會 底下的你會發現 如果是電燈 或者是冰箱 這種電器 用的都是什麼 都是電能 用的都是電能 因為你要開電 才有電 才有 這些東西才會 才會動起來 OK 那當你說走路 人走路搬東西 拉東西也好 推東西 OK 拉東西 推東西 推東西 等等 這些都是什麼 這些用的能量 我們都叫做力學能 他都要需要用到力 你有沒有發現 不管你走路 搬東西 拉東西 還是推東西 你都需要用到力 需要用到force OK 那 這一種 底下的我們叫做電能 上面的我們叫做力學能 OK 我們叫做力學能 我們叫做力學能 等下我們後面我會 嗯 講得更清楚 什麼是力學能 好 當你提到 當我們講到力 OK 講到力 你又會想到什麼 力就是force force 就是f f就會等於ma 所以我們就會把 前面第二章提到的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f等於ma 在這裡又會再用到 OK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這裡主要 主要叫 主要在講的 都是力學能做工 OK 都是跟走路啊 搬東西啊 拉東西有關 OK 那 你說的那種 電燈發光 還有冰箱 這些 的做工呢 這個我們留到 下學期才會講 OK 底下的部分 我們下學期才會講 第三章主要都是講走路 這種力學能做工的部分 所以 來 這邊你可以稍微在空白的地方 你寫一下 第三章我們都是怎樣 都是力 OK 都是力 在做工 力 做工 什麼力咧 f等於ma 那個力 力在做工 那 這些 它用的能量 我們就叫做力學能 力學能 所以 一定會用到f等於ma 你還會要再用到f等於ma 這件事情 OK 好 來 先寫一下 先給提示先寫一下 然後 然後 力學能 的英文我們叫做mechanical energy 我這邊寫一下 我這邊寫一下 我先看一下 無防武進來了嗎 無防武還沒進來喔 無防武是不是睡過頭啊 我打給他一下 你們等我一下喔 我打給他一下好了 你們等我一下喔 阿玉琴今天有人請下嗎 應該是沒有吧 應該是沒有吧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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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